大家好,我現在要介紹的是關於DLDO對Energy Harvesting的影響 這裡我會介紹兩種Digital LDO 分別是傳統的DLDO和Bound Tracking的DLDO 一開始會先介紹一下基本的DLDO架構組成 然後講解一般的DLDO是如何的運作及它的行為模式是如何 和傳統的DLDO相比我們提出的Bound Tracking的DLDO架構有什麼不一樣 以及它的操作模式和如何穩定輸出電壓 以抵抗因為裂能所收到不穩定的輸出電壓造成的影響 這裡介紹一下基本的Bound Tracking的DLDO架構 首先是由一個收到Clark驅動的比較器 用來判斷現在輸出的電壓值是大於還小於參考電壓 然後知道輸出電壓的位置之後呢 藉由D3Ford和Max組成的Trip Regist Control 一樣由Clark驅動配合比較器的輸出 決定是要向右移或者向左移去多補電流或者減少電流 控制輸出電壓的穩態 最後呢藉由PowerMode Switch Array 去開啟的電晶體科數去穩定電壓 那接下來講解一下電路的操作 當比較器偵測到輸出電壓低於參考電壓值時 代表現在的Switch Array開啟電晶體的數目過低 那代表它供應的能量是不足的 所以因為Ship Registr會從 所以呢因此Ship Registr會從最左邊的多供器補一個0 然後後面的值都往右移一格 那每經過一個Clark觸發呢 就會多開啟一顆電晶體 多供給一份能量 那反之呢 若比較器偵測到輸出電壓值高於參考電壓值時 代表目前所開啟的電晶體數目過高 那代表它供給的能量過多 數位控制呢 會從最右邊的多供器補一個1的值 然後其他佔存器的值往左移一格 一樣每經過一個Clark觸發就減少一顆電晶體開啟 那減少一份能量的供給 所以傳統的DODO呢 就是藉由比較器偵測到電壓的位置 來決定開關開啟跟關閉的PowerMOS數量 然後達到穩定調節輸出電壓的控制 再來呢 是我們所提出的Bound Tracking的DODO電路架構 剛剛所提之傳統BailShift的DODO 藉由簡單的左移和右移開關來穩定輸出電壓 因為可開關式電晶體數目沒有加以限制 所以造成輸出電壓震盪過大的現象 那也因 也常常因為外界的干擾導致輸出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況 然後即高頻震盪之下 不斷去切換電晶體的顆數 那為了解決電壓震盪以及外界干擾所造成之輸出電壓不穩的現象 我們提出了可以限制DODO開啟顆數的上下界範圍之技術 藉此解決輸出電壓震盪過大 然後即得到極小OPREPR的結果 此外不論外界溫度輸入電壓如何改變化如何 因可開啟支電晶體數目被限制住 那只要輸出電壓未跑出上下界參考電壓外 就可以一直保持在穩定且較小的OPREPR震盪 然後降低開關的消耗 那此DODO是由Tension Detector追蹤輸出電壓的位置 並且由Bound Search Control去快速限制可開啟的PowerMod數量 達到一顆然後直到穩碳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主要技術 Bound Search Control的操作是如何 那這個電路主要所講的就是快速限制電流的控制 那也就是我們為了降低電流量化物差的動作呢 我們必須將QN這個控制電晶體開關數目的Register 設定到在上界UL跟下界LL相差只有1的範圍之內 然後這樣可開啟支電晶體數目就是最小的狀況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電路的整體操作是如何 這個電路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是說找Maxima QN跟Minima QN 就是說在抽載來之後呢 我一起去開啟電晶體的數目 那直到頂到參考電壓值之後呢 會記錄下這個Maxima QN的大小 那反之就會往下關閉電晶體數目 直到再次頂到參考電壓值 記錄下Minima QN的大小 那這個時候記錄完Maxima QN跟Minima QN之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基本的限制範圍 此時就會進入第二步驟 那這個時候呢 Maxima QN跟Minima QN的相距還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快速將上下界的差距呢 限制到較小的值 那我們現在做的方法就是呢 將Maxima QN跟Minima QN的值相加除以2 然後將這個除了2的值 將UL設定成除2的值加上2 然後LL設定成除2值減掉2 那因此可立即將可開啟之電晶體數目 先降到4顆的範圍之內 那最後的步驟呢 我們則是要將電路的限制呢 在可開啟之電晶體科數為1的狀況下運作 也就是在穩泰UL跟-LL等於1的狀況 那使得最後輸出電壓值 output repo為最小 那第三步驟呢 就是為Find Settling的電路 當...也就是QN 也就是當下所開啟的電晶體科數 當它頂到UL時 代表輸出電壓值目前低於參考電壓 那ULC這個技術暫存器呢 會隨著Clock的上源觸發和上數 反之當電晶體數目頂到LL時 代表輸出電壓的值目前高於參考電壓 那LLC這個技術暫存器呢 則會隨著Clock的觸發而上數 當一個週期結束時 我們會觀察ULC的值 若大於LLC 那則代表UL跟LL設置範圍較偏向下方 導致電壓的運作範圍偏向參考電壓的下方 因此我們會將下界的LL加1 讓下一個週期的運算呢 能夠運算值往參考電壓的上方抬升 使得上下界的範圍向參考電壓更加的逼近 那利用我們這個機制呢 可以快速的在幾個週期之內呢 將可開啟幾支電晶體數目限制在一顆開關之下 那最後呢 我們藉由我們所提出的DLD 可以加速抽載 加速抽載的反應時間 那並且因為限制電晶體開關的顆速 可以得到一個穩定且極小的off-repo 那此外 這個DLD 對於製程溫度跟電壓的影響 所受到影響就非常低 那在外界的變化呢 對於電路的干擾之下 也能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下的運作 謝謝 謝謝